订阅节目官方空间 答对结尾的问题 就有机会得到我的 亲笔签名礼物 关注节目 官方微博 微信 有更多精彩礼物 有请本期主讲人 欧豪 欧豪 优酷全明星 不只是明星 我是今天的主讲人欧豪 其实怎么说呢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 这种自己一个人讲话的节目 想分享一些 我自己的一些事情 一些经历 或者是一些成长路上的一些 过程上发生的一些事情 好 希望你们能够更加全面的 能够了解我吧 我就是 出生在一个很平民 很普通的一个家庭 我爸妈很喜欢唱歌 但是我爸属于五音不全 然后 他们最喜欢的歌手是凤凰传奇 他们以前也很喜欢唱一些 比如说民族歌曲啊 比如说像我以前什么 什么一颗小白亚 这样之类的这些歌曲 他们很喜欢唱歌 所以在我其实 十六年级的时候我在学校已经开始 有非常说非常喜欢上音乐课跟体育课这两个 你知道我小学是一个胖子 就唱的唱的好 他也会觉得 咦那是个胖子 出生之后呢 我觉得我开始瘦了 开始瘦开始长高了 哎发现 哎 有一点点颜值了 哇哈哈 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 就是会更喜欢唱歌 那个时候开始听的就是玩绿红 林俊杰 周杰伦 像我经常唱 在爱的幸福国度 你就是我唯一 我唯一爱的就是你 对 像我以前就是青海舞 听这些歌曲 到了初中读完之后 我其实我有些迷茫 因为那个时候 其实上艺术学校 学费还挺贵的 在那个时候 对于我们家来说啊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说 我应该去找一份工作 边工作边学习 自己交学费 所以我16岁的时候 做的第一份工作 是在餐厅 当服务员 还有外卖员 我记得有一天 我像是下非常大的雨 然后我会去 骑着我的当车 然后我提着外卖 但是你不能打伞 因为你只能是一只手 把着这个一只手 拿着这个袋子 然后去送外卖 送外卖的过程中呢 因为他下很大的雨 我有时候会看不清楚 那个路是怎么样 所以呢 在送这个过程中呢 我摔倒了 摔倒在路上 就是会也受了点伤 然后他的东西 也有点洒了 爬起来踩上单车 还是去了 那个点外卖的这个人家里啊 我敲门 他打开门 他的神情很不好 他的表情很不屑 为什么这么久 而且都淋湿了 让我怎么吃 这是你的工作 你不要给我说其他东西 你把这个东西怎么样 拿回去或者怎么样 一种很不尊重的态度 这个事情给我的启发是 这个世界上 只有你把自己做好 让别人去 别人才会去尊重你 大概是学了大概三年之后 我就开始做广告公司里面一些策划 或者是之类的 有一天我在公司办一场演唱会 是张静轩的演唱会 他比较晚来 然后呢 他其实那个时候会说 因为音响所有都要调试好的人家来 这样会其实会工作效率更快一些 他说你上去试一下麦 我就站在上面唱歌 唱的就是那首 紧紧的陪你走了好远好远 然后我在上面唱唱了一首歌 我自己唱的可嗨了你知道 非常陶醉在那个环境里面 非常非常就是很开心 我当时在想说 如果有一天 我能站在那么大的一个舞台上面 底下做的全是 我的歌迷 听我唱歌 给我欢呼 给我呐喊 给我掌声 我觉得那是一件多么 幸福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是一件很自豪的事情 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梦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坚定了吧 到了后来我去参加快乐男生 然后就有了你们 我们那是一个封闭式的比赛 所以刚搬进城堡的时候 其实我不太适应这样的生活 首先是第一还不太习惯 刚开始的时候第二是不太理解 为什么我们洗澡那个地方 它也有几个摄像头挂在那边 我就觉得这个事 直播的有点过分了吧 我那个时候去的第一天 我想上洗手间 我很紧张 我打开门 我第一眼先看一下 这里面有没有摄像头 有没有隐藏的摄像头 找了好久 才关上门放心了 我是一个臭美的人 我喜欢也是一个喜欢照镜子的人 那我呢 我那个时候其实我对自己的穿衣服还是有一些自己的一些要求 我也是理解之类的 所以我那个时候带了一箱子的鞋 一箱子的衣服 早上起来我们有运动 我先换一件衣服 吃饭 洗个澡出来 又换一套衣服 像我拍别的 又是一套衣服 他们说我是土帅 就是我可能 我不能说自己长得丑吧 但我是那种属于接地气稍微长得好看一点的那一套 开玩笑了 我也觉得自己比较帅了 那个时候我们所有人 早上起来先做一件事情轮流的 叫华晨宇起床 他可能就是那种热血青年吧 他睡觉必须有一台空调对着他吹 比如说今天我就喊华华起床了起床了 然后蹲在那那个空调呼 华华起床了 第二天是雨天 华华起床了 就每天早上这个是会做的一件事情 那另外一个事情呢 我们那个时候非常有个强烈要就是吃火锅嘛 长得都不行了 因为他们比赛的时候工作人员会担心 担心我们说你们要保护伞子 但是他们又给我们煮辣的东西吃了 我也觉得很奇怪 不能理解 我在城堡住的最多的做的一件事情是拉肚子 因为我吃不惯太辣的东西 我们那个时候还抗议你知道吗 拿一个牌子写我们要吃火锅 举给那个工作人员看虾尾之类的 西瓜 直到比赛的最后一天 说 何老师问你们现在的愿望是什么 火锅 西瓜 吃肉 各种 然后旁边不知道谁说了一句 你们也就这点粗些了 因为那个时候比赛已经结束了 大家放松就是想做一些平时最正常的事情 没有什么压力 所以比赛真的很有意思 其实在快乐男生之后呢 其实我就成为了真正的艺人吧 我反而是第一时间的去更多的是去在影视方面 会去下功夫 临时同居是我真正意义上面的第一部电影 你儿是个臭袜子呀 报纸冤不扔 我的鞋 我的拖鞋走不下啊 我的拖鞋可以放在哪里啊 你随便啊 我觉得我非常的幸运吧 我觉得第一次就可以跟影帝 像三米姐这样添后去一起去拍戏 跟贝比拍戏 贝比其实我觉得他是 有他有女神的一面 他又还有女汉子的一面 他就很仗义啊 我那时候在香港的时候 其实是因为人生地不熟了 很多地方也不知道在哪里 很多地方也不知道哪里有好吃的好玩的 我想买鞋也不知道去哪里 那他这个时候他就会跟我说 啊哪些哪些地方啊 有好吃的好玩的 鞋去这些地方买你想要的这双鞋 就好像我们在戏里面演的像一家人 除了临时同居 啊其实去年也很容易能够参演 苏友鹏导演的 老险曼编剧的左耳电影 我一开始还没有感觉到这个事情 有多么大的压力 那个时候已经网络上有 大家知道一些消息 比如说有人会说 欧豪可能要演卓尔的张样 然后网络上就有人说 我的天哪 怎么可能 欧豪演张样 人家跟我开玩笑吗 很多的质疑 其实我看过一个比较 也算是比较狠的一个质疑 其实不但骂我一个人 他把我跟导演都骂了 他说苏友朋友你瞎了吗 居然找欧豪演张样 我开始就有了压力了 我可以抱你 但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不管有什么手段 我要他胜败名利 今天我要你说清楚 有那个表情就没有我 这样根本就没有挨过我 你怎么听我 一开始见苏导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巨星 慢慢发现其实他是一个 要求相当高的一个人 电影里面有一场喝酒的戏 当时其实导演想着觉得说 这种生理的一些反应 他假不了 你可能可以装醉 可是你从你的眼睛 从你的脸上 或者是从你的神态 整个表情可以看得出他到底 是不是真醉还是假醉 其实确实喝了不少的酒 所以其实那天有拍到 就是一个晚上头很痛 就是一直外面有风在吹 你知道下雪 另一方面就一直不停在喝啤酒 另外一方面是因为已经深夜了 四五点这样子 让我觉得真的很刺激 这一方面就像那个传戏什么 是比较后拍的 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已经知道导演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跟小马哥商量好 说我们那到时候演戏呢 我们演这个戏 我们就不要再纠结了 不要再害羞也不要再去尴尬了 我觉得我们这样会被骂得很惨啊 我们就说我们倒不如反而说放开 我们演个一两条 这个过了就过了吧 所以拍这场戏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还蛮顺利的 应该一两条就过了 这些水空了浪大的那个案都站不了 各种各样奇怪的事情 关怪路也都会发生 我们都是在水面上吗 好冷吗 先上来暖架 今天身体太虚了 有一点热的感觉 我们都不会游泳 是在拍这个戏之前 去了泰国四天时间 大概学了一些挖泳 我觉得拍这个戏很紧张 我也有恐惧感 因为那个水呢 它是一开始是 下面有石头有礁石的 它涨潮之后的那个水才升上来 让我们要从岸上跳到水里面 而且是要头朝下的那种 其实我们俩都紧张的没吃饭 就一口饭吃不下的那种 就很忐忑 那到拍的时候呢 其实是小马哥先跳下去的 因为剧情里面需要嘛 他先跳 他跳完之后 哎 我就不紧张了 因为他跳完就没事了 然后我另外一个想法 就是一个女生都敢跳 没有什么不敢跳了 我脱了一只衣服之后 骂了一句脏话 算是对自己的一个鼓励吧 突然之后我就跳下去了 就一遍过了 多尔它真的不只是一部青春片嘛 它还是一个剧情片 我觉得每个人看的点都会不一样 但我觉得其实 会是一部很好看的片子吧 我希望就是大家去看这部片的时候 能收获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今天其实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的事情 然后我听说你们有一些问题想要问我 哦 好 你好 近期我看见有很多明星都参加真人秀的节目 你有没有这个方面的打算 其实有 但现在消息还不能放出来 我只能这么说 所以你们可以期待一下 其实我有参加这样类型的真人秀 你好 哦 好 我想请问一下 你选择女朋友的时候 会在意女生的身材曲线吗 我想问你是喜欢Andrea Baby那种干瘦型的女生 还是喜欢马思纯那种比较丰满的女生呢 首先我得先解释一下吧 巴拉其实她在减肥这个过程 她确实已经瘦了很多很多 那我自己可能会喜欢相对于 不管瘦或者胖嘛 有一颗减肥的心就好 其实今天很开心 我第一次用这样的方式 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我成长的一些经历 或者是对我印象比较深刻 比较重要一些转折点 或者是一些事情 我只是想跟你们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这些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得到了什么 我成长了什么 这是一个经验 我自己的经验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 听到一些比较正能量的东西吧 或者是希望你们能够去多去感受生活 体验生活 做最好的自己吧 好不好 前两天我跟我太太去庆祝一下二人世界 我们家孩子她就有点很死心眼的 那我也要去 我跟我老婆就非常无语 她说因为爱庆祝这样的一个日子 为什么不能带上一个也很爱你们的人 你们也很爱的一个人呢 我们家钱都在我太太手里 我觉得男人身上确实不应该有太多的钱 钱多了就想要乱花 很纠结很痛苦 找这个初恋去倾诉 跟这个自己的老婆越走越远 最近很多女神都被我承包了 这个说法我很开心啊 我就是标配 赵薇一直是我的备胎 我说小明这次也真是很拼 把自己的好兄弟 自己老婆 都弄到这个系列来客串 知道这个电视剧大家很关注 这样的说法其实很漂亮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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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